大家好 我是以來 I come back 我獨自升級 Arise 各地困難傳送門不斷開機 我們將協助陳正宇獵人成為世界最強烈人 我獨自升級 Arise 就是知名韓國漫畫 我獨自升級遊戲化 手機電腦上都可以進行遊玩 我獨自升級 Arise 在2020年5月就已經全球上市 其實我也玩過一陣子 並且發布一系列的遊戲心得 會不會想回來玩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看到我獨自升級第二季動畫準備上市了 一切真的很光好 官方剛好邀請我成為 MPCM 這個 MPCM 可不是什麼特權 人人都可以成為 MPCM 這個好康的 我們稍後介紹 這一次主要是想分享 我獨自升級 Arise 一直都有在持續的更新 不斷的新增新角色新內容 沒有玩過的朋友可能會有疑問 我獨自升級不就只有陳正宇在那個角色一隻獨秀嗎 這個就大錯特錯啦 我獨自升級 Arise 除了有這個擔任陳正宇的故事線 還有自己原創劇情的玩法 眾多的原創新角色 每個角色都超帥超香的 我記得當時我只玩到那個水法亞利西亞不然奇的版本 現在多了什麼梅林貴雪啊 天空美林啊 最新的角色字那你會發現 新角色怎麼都是女角比較多 我是覺得原創可能太多帥氣的男角了 出一些女角色平衡一下能力比例 好啦 接著我要帶大家看看這些新角色的大招技能及故事 獨自升級 Arise 就是這麼用心啊 這麼豐富 我們出發 火屬遠程獵人 柳秀志 就是我們的原創角色 使用的是我們的武器狙擊槍 但他的狙擊槍感覺可以毀滅世界 你看這個核彈這個操作這個抖動 實在讓人家是受不了啊 那目前的火屬性好像都是做著一種法師遠程類型啊 我覺得這個其實這個獨自升級的這個屬性來說 也是製作的相當的分明啊 風屬性角色 天公美軍 來自獨自身體裡面 隱藏在世間的最強女高中神 他戴上面具以後 他這個整個變身型態非常的強 使用的是我們的太刀 他是一個風屬性獵人 記得剛出的時候就造成一波轟動啊 你看這個華麗的切刀 華麗的快斬擊 風屬獵人 柳秀志 他算是風屬性最強的補師啊 雖然說風屬性好像也只有他是一個SSR補師 但他有這個持續回血跟我們的增傷的效果 可以剛跟我們的天公美玲搭在一起啊 是現在風隊的主流陣容哦 阿波使用的是我們的玩具槌 當然他等一下可以跟我們的新角夏洛特 其實是搭在一起的哦 然後他這個槌子爆發其實是非常的高 重點是他的這個槌子還可以變成這個電動車啊 我覺得這設計是非常的巧妙啊 這個暗屬羅莉我喜歡羅恩 再來介紹我們的剛剛跟哈波一起搭在一起的暗屬夏洛特 他這個角色也是很強啊 操控我們的布哦 而且是唯一唷 唯一唷這個大招不用能量調的角色哦 只要不斷的攻擊不斷的攻擊 就可以使出我們大招是一個全新的技能機制 再來介紹一下這個目前版本最新出來的火法 或者說智娜哦 想說這個遊戲就是一直要持續跟新角色啊 還有新內容這個火法基本上取代我們的炊爺啦 之前那個最終兵器算什麼 我們的智娜哦 這個大招傷害蓄力哦 整看到這個畫面上啊 整個火箭輸出 基本上哦沒有什麼太大的延遲哦 很非常的順暢 這個爆發力哦 最終兵器不知道晴何以堪 好啦 那我們準備結束 哎不是 我好像要介紹一個好東西哦 就是叫做 NPCN到底是什麼 我們介紹下去 NPCN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NetMob 我肚子升級的開發商 正在大量的募集網路創作者啊 可以跟我們的遊戲官方合作啊 但最特別的是現在你只想要成為創作者 官方就讓你成為創作者啊 推廣遊戲獲得獎勵 只要你的支持者購買你遊戲內的商品 創作者都能獲得2%回饋啊 這個就是官方讓利給創作者 你的粉絲不需要付費啊 而且成為這個NPCN 官方還幫NPCN創立了這個專屬頁面啊 這個頁面就是讓你跟玩家建立強領 你可以發手你專屬獎勵 支持你的玩家粉絲可以成為NPC家園 那如何跟我一起一樣成為這個NPC家園呢 很簡單啊 我下方資訊會丟這個頁面 然後並且現在立即申請教學給你們看啊 這個是非常簡單 點進來以後呢 我到了這個我的頁面點一下 然後我這個是全新的帳號啊 你看到我的頁面以後 右下角身右上角申請我的創作者 那其實不只有獨自申請這個遊戲啊 他越來越來越多 Nemabu 這遊戲的公司啊 出了越來越多的遊戲 你都可以當作這個遊戲的創作者啊 所以以後他出什麼遊戲 你就可以創作他的遊戲 然後呢 我們這邊創作者 N直接給他按下去哦 那這邊的話哦 可以看到原本創作者是要一個門檻的 那比較特別的是說這個創作者 N給的是這個虛擬幣啊 虛擬幣啊 這個都是可以換錢的 我們繼續申請按下去 然後只要連結你的這個YouTube帳號 還有這個東西啊 填一下你的自我介紹 還有你的創作者ID啊 接著下面這些基本是要填一填 然後等到兩到三個工作天 基本上就沒有太多的問題了 那影片的話就是介紹遊戲的影片 提前事前任務影片都是可以的 這個這邊可以看一下我們的招募公告 這邊都有寫啊 這邊看不懂 我們就直接用這個Google翻譯給他看一下 這邊的話就是輸入一下 你要的東西啊 Email啊等等的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早點申請啊 現在你沒有想要當創作者 以後你可能就想要當這個創作者嘛 然後推特YouTube 然後這些平台的連結 都是可以做連結的 都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大家可以去努力看一下 一樣這邊都是下方資訊欄 都會給你們相關連結 讓你們去做申請 不會的話也可以留言去問我啊 過了幾個工作天以後呢 就會幫你創造一個專屬的頁面啊 哇這個我也剛申請完了 那大家可以去搜尋我的名字 名字名字名字啊 那個幫我讚加油在玩獨自升級的 可以加入這個 我的贊助者計畫 如果你沒有想要成為創作者也沒關係 也支持 洗得一下 可以看到這個頁面啊 然後呢 如果你是創作者的話 其實官方也很貼心啊 這邊都有這個任務讓你說 哎這個工作 10月相關素材啊 光輝的工房 哇那一大相關公演 你搞不好就可以跟著這個步驟去走啊 所以說其實 官方也很貼心的說 如果怕你沒有想法 這邊剛好有關完成任務 就會有拿個專屬序號 那種序號呢 你可以給你的 你可以給你的粉絲也可以自己用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啦 然後這邊就是我的專屬頁面 那專屬頁面會有哪些福利呢 千辛萬苦大家稱NPC加N以後呢 我們這邊會有這個等級啊 分別是我們青銅銀牌金牌 還有這個DIA等級最高級啊 你可以看到只要你這個你剛才銅牌的話 就有這個收益啊 可以賺取2%的回饋 還有2%的支持者購買哦 這個東西我跟你們說啊 你是這個我的粉絲 或是你是創作者的話哦 這個都不用跟這個收取額外的費用啊 記住不用收取額外的費用 別人說你只要在買商城裡面的東西啊 遊戲內的任何道具啊 你就是在支持你的創作者 或是在支持我啦好不好 讓大家有機會成為創作者 這個一起開心的玩遊戲一起分享自己遊戲心得 然後到達鷹牌呢就是3加2%5%哦 然後到達金牌呢就是4%加2%6% 再來就是DIA等級5%加上2%就是7%啦 那我覺得是有點難啦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有目標嘛 我們先從青銅機開始跟陳振宇一樣哦 從最低級獵人開始慢慢的給他升上去哦 那也感謝趕快大家可以輸入我的這個代碼 代碼代碼哦 這趕快支持我這個創作者 那我們就會繼續往我們的獨自升級 或是內馬部的所有的任何的遊戲都有可能哦 好 我是西里喜的 我們下次見拜拜